千万不要惹怒老实人 不然后果非常严重 这个小白脸十分欠揍 关上大门 可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是个狠角色 一根手臂 两根手臂 断骨声 惨叫声 声声如儿 按下手表 继续结束 行动男直接被吓哭 但是男人并没有放过他 教训一番后潇洒离开 他叫弗兰克 承接上部剧情 他为了一个女孩 徒手团灭黑帮 这样的大眼引燃 这样的绅士正义 也得到了各位看官的强烈推荐 作为一个虫粉狂魔 今天继续给你们安排 50岁大爷弗兰克的侠客之路 在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上 弗兰克头戴白帽 正在等待猎物的出现 这个长发飘飘 手举酒杯的男人 就是他的目标 一番劝说 长发男根本不给面子 于是 即时开始 偷下眼镜 一圈干倒撞汉 插壶砸他 多枪多刀 开始反杀 战斗结束 长发男是一个家暴狂 此时 他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决定痛改前非 一个善良的邻居男孩 被混混引导 误入歧途 他决定帮助男孩 于是他置身一人 独创混混窝点 356下干掉小混混 成功将男孩拉回正轨 似乎高人都有来路 弗兰克也不简单 他曾是中情局的顶级特工 因为厌倦江湖的心风血雨 作为假死隐退 专职干起来网约车司机 最从事服务行业 但他勤勤恳恳 心气正义 打抱不平是他最爱的事情 这天晚上 弗兰克接到一单 乘客是一个最熏熏的女子 男人敲开车窗 让弗兰克将女子送到指定的地点 在一处红灯路口 他透过后视镜 看到女人不仅一扇不整 而且有被暴打的迹象 表情十分痛苦 事后 他拿起正义的拳头 亲自跟门拜访 所以才有了开头的一出好戏 另一边 一名认知于中情局的特工 刚回到家 就发现妻子神情恐慌 满脸血迹 原来是几名杀手闯入他家 当着特工的面 一枪将妻子毙命 然后将枪递到男人手中 准备将现场伪造成自杀 杀手团伙下手残忍 男人也被他们一枪毙命 当晚 弗兰克回到家 他碰到了中情局工作的好友卡特 今天是弗兰克王妻的生日 妻子的去世 卡特成了他世界上唯一的好朋友 莫过几天 他这个唯一的朋友也会不幸身亡 卡特被派去调查枪杀案件 敏锐的嗅觉 也让他感觉到 这事也没有自杀案件那么简单 离开现场之后 回到了酒店 整当他开门之际 两个歹徒背后袭来 三人经历了一番恶战 但卡特最终还是在前南逃 此时的弗兰克接到一个电话 这里 我们打开评论区 键盘调成拼音26件 输入NP 如果你能打出女票 那你将会快速脱单 同时长按点赞有特效 插话结束 电影继续 打来电话的正是卡特老公 弗兰克知道了卡特被害的消息 他来不及悲伤 马不紧急地赶去会面卡特丈夫 官方调查给出的报告是 歹徒为了钱财 所以入室抢劫 但卡特老公根本不相信这个报告 因为卡特平时省吃钱用 身上根本没有猪包手势 很显然 警方的调查很难让人相信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他都会伸出救援之手 更何况 这次是朋友被害 回到家里 他再次试探顶级特工的本领 破解了酒店的监控系统 通过反复地观看电梯的监控视频 弗兰克发现这是并非偶然 而是一场精心谋划 这事情不简单 于是他找到了以前的搭档杰克 一看到弗兰克的出现 他非常至今 于是向他解释了自己假死退役的事情 他对卡特被害杀事件充满诸多的困惑 并意向杰克寻求答案 但杰克却告诉他 监控中的两名凶手 在一场突然的爆炸中身亡 而这个事件也暴露出了 有人想掩盖真相 所以才杀人灭口 因为三人感情深厚 所以杰克也愿意为他提供帮助 为了快速破解案件 他来到案件起始的现场 他看着现场的种种痕迹 在脑海中浮现出千百种画面 他不断模仿被害者的方式 一番调查 他明白了 他给杰克打了电话 男人自杀的子弹射出口是在右侧 这说明 他是拿左手开枪 并不是左撇子 这说明房间内还有其他人 而卡特很可能是发现这样的细节 所以才被杀手追杀 他曾是一名顶级特工 如今却坐起了网约车司机 上面的乘客好像不太友善 好在弗兰克洞察了一超人 一眼就试破了杀手的伎俩 猛打方向盘 让后座的杀手来回跌宕 弗兰克找准机会 一把打掉刀子 给对方一个重击 对方掏出手枪 弗兰克见状 连忙一个紧急刹车 车子来个飞速飘移 对方被惯性的飞到副驾驶 夺过对方手枪一枪爆头 他拿起对方手机 查阅了一番 他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弗兰克烧掉自己的爱车 然后来到杰克家 将自己被追杀的事情告诉了他 对方表情淡定 弗兰克拨通通讯录中的电话 杰克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他的表情瞬间严肃 这次他彻底被揭露 再也不装了 杰克也坦承了事情的真相 自从弗兰克退役之后 政府便解散了他们的团队 为了生计 他们不得不做起杀手 只要雇主价格到位 无论好人坏人 都会被他们一一清理 而卡特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死于杰克手中 有时候必报是弗兰克的原则 纵使是曾经的队友 弗兰克告诉他们 双方没有立刻动手 弗兰克借助杰克家人 安然离开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杰克等一伙人率先展开进攻 他们并分两路 一路人马去卡特家 准备干掉卡特丈夫 以此来抹除所有证据 可等他们到来 弗兰克已经将卡特丈夫安全转移 另外一队人马次潜入弗兰克家 此时的邻居男孩正在刷墙 殊不知危险已经到来 弗兰克打开手机监控 看到了杀手正在撬开大门 他指挥男孩躲进书柜后面的通道中 二人巡查一番 未发现任何踪迹 但杰克也是一名顶级高手 他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 很快便识破了密室 他拿电筒照相镜子 里面的男孩背下的瑟瑟发抖 就当他准备开箱时候 弗兰克打来一个电话 告诉他决战的地点 但杰克也不是好惹得了 他却反其道行之 在这里手朱在吐 等着弗兰克的出现 却成功捕获了男孩 就这样 男孩成了引出弗兰克的耳料 这是一处被暴风雨席卷的小镇 所有人都在逃离 唯有弗兰克内行 由于这是他们决战的地方 杰克等人也赶到 只手人员拦截 他们就一枪干掉 他们肆意横行 根本不把弗兰克放在眼中 他们装备精良 兵分两路 三人地面搜索 杰克高位狙击 终极大战开始 一一敌四 这战该怎么打 弗兰克非常聪明 他暴露自己的身影 引起对方的追击 胡子格被吸引到一个破旧的小屋内 胡子格看到弗兰克假象 连忙开枪 却被弗兰克声东击西 一枪毙命 胡子格失去联系 三人顿感不妙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继续搜索 海风狂笑 危机四伏 第二个杀手看到了卡特的照片 连忙过去触摸 就在这一刻 弗兰克冲了出来 不断干脆 毫不留情 每一刀 都是来自骨子里的愤怒 他犹如暗夜猎手 无情地收割对方人头 弗兰克看到了高位的杰克 他躲到一辆卡车后面 调整后视镜 观察杰克的位置 最后一枪打坏电线集装箱 浓烟滚滚 阻挡了杰克的视线 弗兰克则趁机躲进一处房屋 用刀割破面粉 然后打开电风扇 让面粉散落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当杀手破门而入 人来一个手雷 弗兰克打开后门逃生 一声爆炸 分成爆炸杀伤力极强 瞬间将房子移为平地 杀手被逐一击破 只剩下杰克一人 杰克为了引出弗兰克 拨择手段朝男孩开枪 关键时刻 弗兰克打坏车轮 让对方子弹打偏 成功就像男孩一命 射击失败 让杰克躁动不安 他大声呼喊弗兰克 可他没有想到 弗兰克已经来到了高塔 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二人展开宿命对决 杰克年轻力壮 但是面对老辣的弗兰克 他根本占不到一丝丝的优势 一番近身搏斗 杰克被狠狠教训 拿起地上的匕首 几招果断干脆 干净利落的手法 直接让杰克失去对抗能力 一把将他丢入浪桃之中 成功的为朋友报仇血恨 电影的最后 他站在屋檐下 带上妻子留给的婚姐 眺望远方 或许这才是一个男人的坚强 而他也将开始新的生活 电影结束 我是君墨 关注我 不迷路